今天要介紹Google的表單 它是一個很萬能的東西 比如說你可以做溫卷調查 基本上就是這個 今天來做一個範例就是 德交的那個 比如說策劃搬遊的地點 然後我們就 不是從這裡開始 從零開始 從網路硬碟什麼 就是我們從雲端硬碟建立一個表單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 進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選它的主題 呃...講點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開始設計你自己的表單 然後 我們用蛇掌的範例就是 搬遊的地點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開始設計自己的問題 然後比如說 然後我們可以做表單的詳細的說明 不過這裡 呃...示範不用了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就是 回答問題的方式 就是當行多行單選或核取方塊 然後我們在這裡用核取方塊 因為那個... 然後搬遊地點嘛 我們可以在這裡舉個範例 比如說日月潭 或者是新增其他的選項 然後我們可以新增很多個選項 想讓你們去選 然後... 比如說第二個 像是... 呃... 公園之類的地方吧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其他選項 也就是說就是 當我們在看到這個表單的時候 這裡你可以自己選擇你想要去的地方 然後這是一個像是投票的方式 然後...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按完成 然後就可以... 呃... 看到他的... 反應 然後長這樣 然後確認頁面就是... 可以長這樣 然後... 我們只要按傳送表單 然後... 就可以... 你可以複製 然後... 或是分享到你的FB 社團裡面去 就這樣 沒有... 繼續講下去 對... 繼續講下去 進到FB裡面去 沒關係... 就這樣進去啊 然後... 試著分享到自己的FB 社團中啊 社團... 在社團分享 10... OK 然後... 這時候就可以... 呃... 再來把畫面還給他們 他們應該可以看得到 再來... 他們應該可以看得到嘛 對不對 好... 再來同學進到102程式基因班裡面去 看結果 你們應該可以... 對...沒錯... 就點進去 好... 每個人都完成提交 嘿... 好了吧... 對... 就提交... 對...完成提交 因為我們待會兒要看看會產生什麼結果 OK的... 好... 有沒有人還沒有成功的提交 沒關係...只是示範而已 好... 那個... 剛才切回來 砍掉什麼 你幹嘛砍掉 因為我們要看那個... 回報結果啊 找不到... 會在Google一點...找到了哈... 好...黃波...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你可以透過就是... 然後大家都回復完了以後 你可以在這裡... 表單上面這個工具裡面找到一個回復 然後選擇回應材料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 呃... 他們的選擇 然後這裡其他... 呃... 看不到耶... 嗯... 反正我們就是可以... 我們可以從這邊回復看到他們的... 他們的回應 然後我們還可以看到... 就是... 類似投票的... 那些東西啊... 那些東西啊... 然後... 我們要贏了... 可以幫助我自己的一個... 然後...